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欢迎收听 就是为了您收听 我们2017年4月5日的Tasty Money 继续有Doris 黄培奇看着市场 看回其实今早市场 似乎回来做得不错 可能大家都已经迷路了 看见期指方面 今早早都高开上来 上去就是24,400的位置 暂时高水30几点 似乎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始 稍后看看 到底踏正的时候 现货是否都可以追得上市 暂时来说 见到期指 其实上来 很大原因 我想都看到 就是昨晚美股方面 似乎暂时 虽然对特老板的政策 有点失望 但是美股都未有脚子远 始终尼尾都是咬回腰上来 见到其实 其实期指方面 美期方面 去到2360 讲S&P的标普的期货 都做得不错的 相信这个都有一些原因 贡献恒指方面 见到内地方面 今天都要留意 就是说那些北水就会回来 大家要看看 究竟那个北水 能不能够支持港股 就上回上来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说 见到3月份 那个业绩期过了之后 加上内地又压了一些楼市 还有就是说 如果留意开 汇指方面的朋友 可能都会知道 其实港汇最近都挺弱下的 所以好似很多理淡消息 都在压着大市的表现 我们要看回3月份的高位 见到那个指数 我们的恒指 曾经去到高位24656 究竟 未来这段短时间 北水又回来了 卖位了 过假期过后 有没有机会上穿 甚至站稳这个位 其实都挺重要的 因为最近见到 那个沽空比例 其实见到都不小 有差不多13% 变成了 好像大家那些淡友 似乎都还未肯收档 24000的关口 暂时初步就要留意着 可能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北水回来之外 我们知道其实习老板 接下来就会和阿达老板 中美会眠 星期四、五 到时我们就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 暂时初步看市场 好像觉得都未必有太多东西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 就见到习近平 我们见到他都没什么 带到一些什么的官员 或者大型国企 就和他们同行 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可能未必有礼物 送给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其实在 见中国的领导人方面之前 其实都好像放了一些风声出来 见到对华的贸易逆差 其实他都有一些不满意 究竟吃完餐饭 打完那场球之后 究竟两国的会面 会不会轻松了 和开心了 顺便又有一些什么经济措施 甚至合作的关系出来的话 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见到其实我们现在看回 期指方面 暂时还在高位 24368左右 答半已经去到 现货来说暂时 正在升86点左右 上到24353点 国企指数是如何 暂时升幅 都高过恒指 正在升大约0.5% 上到10361点 红筹股指数在升大约9点左右 4015点 内地股市又做成怎样呢 内地股市暂时都是向好的 上证来说 升大约12点 做3222点 上海A股升大约12点 做3374点 B股方面 升大约1点 337点 不如我们跟进一下 暂时最大的升幅股 因为见到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周末长假期来说 都有很多热门的消息 特别要关注到 就是这个鸿安新区 我想大家如果有留意消息方面 都会见到 为何会在星期一 那只金鱼升得这么厉害呢 主要都是受到新的消息 鸿安新区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很利好的因素在 这个鸿安新区 大家可能在未成立之前 都听起来比较陌生一些 不过如果你说看回地理位置 和北京都挺近的 这个新区其实原来想打坐是什么呢 想成为一个 就是深圳和上海浦东以外 就是另一个 全国第三个意义新区 即是说 未来想将这个地方 和深圳和上海浦东看齐 如果要看齐的话 大家我想都有目共睹 看到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 深圳和上海浦东 究竟发展是比较 多么快 吸引多少外资 究竟扔了多少投资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就看到一众 其实一些 譬如说 水泥建筑 做一些铁路股 其实都炒上来 特别就是刚刚提到 金鱼2009 不过礼拜一已经升了这么厉害 而且今天我们回到来 看到2009方面 好像做得挺厉害 打合了 继续是五十大港股之一 2009 正在升 一乘七 已经越升越有 上到五个一毫四 当然可能大家会问 未有货 究竟追不追得过呢 我只是觉得 其实你说 如果金鱼 当然第二季 肯定这类型的股份 继续会受到追捧 因为始终 鸿江新区方面 那个消息 暂时 现在只是出了第一阵 第一阵就是 早知刚刚说 希望跟上海浦东 深圳看齐 另外就说 希望可以做到 中国版的植谷 这只是一个概念上 意义上 大家知道大概会怎样发展 实质 投资多少钱 或者究竟整个规划 会是怎样 吸引哪一类型的人 投资会否在外商 或者从哪一路起步方面 其实暂时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板块 暂时在这一刻都要落后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关注 第二季我仍然是赞成的 例如建筑 铁路 运输 水泥股 这一类东西 始终都是由零变到有 开始一定要靠这类型股份去推动 这一批股份率先走了 你都可以想象到 之后那类型股份相关的东西 可能都会有差不多这么厉害的升幅 我觉得可以留意 包括物流 还有可能大家未必会 还未开始留意到 刚刚说到他想打造成为 一个中国的植谷 你想想植谷有什么公司在里面呢 肯定有些科技股 科网 手游 软件 这类型的公司 你才可以吸引到他进来 虽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如果你想做一个中国版的植谷的话 参考美国的情况 当日其实都不是说 美国政府是怎样投资 怎样规划出来的 是大家可能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做成行成史才会成为一个植谷 中国版这次是不同的 他又要投资 即是说他可能会做到一些 可能在政策上的 或者是怎样的优惠的措施 吸引一些企业进注进去 进注进去的话 一定是由一些大的企业 去吸引下去 才可以培育多些人才 吸引其他一些 可能毕业生 或者有创意的人 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发展 所以我觉得 其实可以留意一些 龙头的科技股 方网股 其次包括有软件 手游 这些虽然在第一季个别都做得不错 但肯定就未至于 好像水泥股 现在已经升到八把声 所以第二季我觉得 可以逐步慢慢留意 还有关于 这个鸿港新区的消息 都会逐步浮现出来 我想其实都可以自己 吸纳看看喜欢哪一款 我想各个板块 可能每一步放少少的话 你就当是分散投资 我觉得都是适宜的 不过始终都是一个因素 在这里一开始就说到 因为市场 其实究竟是否可以 站得上去 上回去呢 就是我们3月份的高位 刚刚说到24656 其实都是一个关键 不妨可能趁市场回调的时候 然后才再吸纳 不妨我们再看看 多一点就是 五十大升幅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其实个别有些消息出来了 其中384 中卫燃气 看到其实今天 都是涨超过百分之六 上到13.62的情况 看到今天就出了一些通告 当然是一些利好的因素 他就说会加快一个经浸期的地区 包括这个熊安新区 那个天然气的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浸期的地区 其实原来已经同七个城市 签署了清洁能源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他们公司中国燃气 其实在3月底 截至到这个时间 为了推动这个签约地区的投资 已经成立了整十间公司 更加重要的就是签约了 这个城乡的气代煤用户 去到50万户 这个包括是雄安新区里面 整两万户 即是他率先就已经拿到一些订单 所以这个消息炒上来的话 其实都是不无原因 亦都有实质的理据去支持 不过好像我星期一说到 大家其实真的要留意 一些内房股要小心一点 事关其实不在过去的周末 不少人就是外省区 那些人都走到雄安新区 就什么都要炒回 总之建地建屋什么都要买一餐 搞到当地的房价 全部都翻了几倍 所以当地的原政府都要急急叫停 勸退你们回去 不要再买了 勸当然未必有用 但是你看到其实中央方面的政策是肯定的 他们就说明 就说要严格管控那些土地和房地产 不可以乱买卖 还有一些违法违规的炒作 都要小心一点 所以变成内房方面 不单止这个雄安新区 各个地方 星期一都提到 就说有一个限制限购 限买的情况 其实在第一季 如果升了不少的话 我想大家都应该要逐步减磅 甚至清一清仓 换一换马 这个时间 否则再放在这里 可能又回落 变成建材化水 另外我们还要看另一只二栋股 183 183方面 就是这一只是宏徽 当然 其实早两天消息都已经出现了 这只宏徽究竟有什么因素 令他炒上来 见过两毫多指 那位是两毫一千七 暂时在做大概一毫九千九左右 主要是因为 他卖了一个旗下的物业 一个新的物业 我看报纸就会见到 在九龙的联合道 18至32号的物业 这个代价是13亿 那个交易都已经肯定了 也都落实了 公司自己又出了通告 已经承认了 其实星期间已经知道了 那个情况 所以我想这一阵炒上来 大家真的要小心点 不要乱去跟风 因为消息就已经出了 后续还有没有东西 我想大家都想到 暂时未有特别的东西去炒 所以就要小心一点 在这里再看看大家 虽然我未必会搭个别股票 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有三位嘉宾 和大家搭股票 欢迎你继续送信息给我们 我们的WhatsApp 就是66334386 另外亦都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 和YouTube上留言 请问下股票 记得分享 然后我们才会优先处理 在这里说到差不多 我想我们都要休息一会 喝一口水 回到我们的股佬吹水方面 就有软智器跟我们答问题 稍后回来聊 谢谢大家